來吧 我們看一下那個 下一個重點 我們介紹的是那個 三角函數的角度轉換 就是利用它的那些 所謂的離角關係啊 去做一些相對應的轉換 好 第一個我們先看這邊 我們說我們從那個 三角函數的 廣義三角函數裡面的那個 座標圖裡面有沒有 可以知道這幾個東西 θ 負θ 跟θ 加起來180 好 什麼意思呢 就是 如果這邊是θ的話 那負θ會在哪裡 在下方 對 對不對 那如果這邊是θ的話 那θ加180呢 應該是在這邊吧 反過加180嘛 這個角度就是多少 這整個角就是θ加180 這樣可以懂嗎 所以這個直線的部分 指的是θ加180的位置 好 那我們想是 讓你學會是 如果我要找補角 或者是角度變號 或者是加-180的話 這樣的關係怎麼去找呢 好 我們先看第一個 好 如果是曲伏角的話 曲伏角的意思是說 如果像出現這種 這樣子的形式 就是 sin 180-θ的話 那它其實也會等什麼 θ 我們舉個例子來看 如果這邊是θ的角 那請問你 180-θ會在哪裡 180-θ會在哪裡 180-θ 如果θ在這邊的話 那就是 先到180 再上去θ 對不對 看懂嗎 那這兩者不一樣 就向線不一樣而已 一個在第一向線 一個在第二向線 OK 然後呢 他們所在的三角 那個三角群都是相同的 都是這樣子的 所以 當我寫180-θ的時候 我可以把它換成 sin 系塔 其實是可以的 唯一不一樣的 第二次 你要想聽真負號而已 但是因為 sin 系塔 在第一跟第二向線是正的 第一跟第二向線是正的 所以我的 sin 180-θ的話 還是一樣 你沒有加什麼負號的問題 可是 cos 的話就不一樣 cos 的話就不一樣 就變成了 cos 系塔 那前面加了什麼 負號 OK 所以這邊你把它畫起來 就是如果我們曲伏角的話 畫起來就是 sin 不變 但是 cos 跟 tangent 的話 是要變號的 那在這邊我先講一下 因為這邊三角的數的話 我們只講三個 另外三個為什麼沒有講 因為 tangent 系塔變號的話 代表 cos 呢 就要變號 cos 要變號就代表什麼 second 也要變號 對不對 這樣看懂了 所以你要記一件事 如果曲伏角的話呢 只有 sin 是不變的 其他要改變 這樣就很好記了 好 可以懂嗎 可以啦 好 那第二個 所以現在跟這個例子 比如說像 這邊我寫 sin 130 請問你 sin 130 可不可以 sin 50 可以 因為它其實得到 180 -130 那不是 sin 50 嗎 可以 會啦 可以 這個曲伏角 那 cos 這個都要變號 好 這是第一種提醒 第二種類是 角度要變號的話 好 角度要變 角變號的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如果我們原本是 theta 角 現在變成了負 theta 好 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 剛才也有畫過 再畫一遍 如果這邊是 theta 角的話 那負 theta 是應該在這個位置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沒 也就是說 它這個三角形呢 原本的第一向線 現在跑到第四向線 對不對 好 那 你要記的東西呢 一樣 第一件事情是 你先看一下喔 我的 theta 欸 sin 和負 theta 一樣變成了 sin theta 我的意思是說 數字的 那值的部分是不變的 值不會改變 唯一會變成是它的那個真符號 聽懂嗎 所以 當我從 sin theta 變成 欸對不起 當我從 theta 變成負 theta 的時候 對於 sin 而言 我最難以會改變 只有 y 值會改變 因為我的 y 從正的變 負的 這樣會來喔 所以當我寫 sin 的負 theta 的時候呢 後面一樣是寫 sin theta 可是前面要怎麼辦 前面要加一個負號 這個負號是 根據它而來的 聽懂嗎 當我們寫 sin theta 的時候 這個前提 我們都假設這個 theta 是 rate 懂不懂 比如說像這個例子好了 比如像我這邊寫 sin 的負 70 度好了 sin 的負 70 度 我先講一下 它的值就是 sin 70 度 唯一你要考量的是 它是正的來自負的 會啦 然後因為這個 70 度 它是在第一向線 先變成負 70 變成第四向線 所以 sin 70 跟 sin 70 它的值是一樣的 唯一物一樣是它的真負號 最前加個負號 聽懂嗎 如果還是不懂的話 我就去 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子 因為考試不要考試 考那個 要你把數字真的算出來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sin 的負 30 度 你怎麼寫 好 第一件事情是 sin 的負 30 度 就是 sin 30 度 先決定好 它的這個數字是多少 那 sin 30 度其實是多少 就是 二分之一嘛 對不對 可是呢 因為 sin 的負 30 度 根據我這邊寫的話 負 30 度在這個位置嘛 所以很厲害 它答案是負的 所以這怎麼辦 就再加一個負號 就加一個負號 所以我知道 sin 的負 30 度 其實是多少 負二分之一 這樣就別人懂得 後來 我們就是先決定好 它的數字到底是多少 那個值 再決定好真負號 那真負號 那真負號怎麼判斷 就看向線就好了 對 你看向線決定真負 這樣會嗎 好 所以這個就出來 那這個你要記的東西是 如果我的腳步是 變號情況下 唯一歸變是誰 是 cos 為什麼 因為從圖來看 可以看得出來 一是向線的那個 x 值 因為 cos 的定義是什麼 cos 的定義是 r 分之 x 你要記一件事情 可以決定那個 cos 或者是 tangent 或者 sin 的正負號 只有 x 或 y 那個 r 我們通常是講到出來 一 所以 cos 的 x 是決定正負號的關鍵 所以你看一下 因為它在 e 4 向線 那 x 都正了 所以 cos 還是不變號 這樣子 聽懂嗎 可以齁 好 再來 如果是加減 180度的話 在這邊 這個跟那個什麼 曲補角又不一樣 不一樣齁 曲補角是 180 加減 180 減 theta 對不對 叫曲補角 可是這個是加減 180 這不同齁 不然 不然 有可能是 theta 加 180 或者是 theta 減 180 這兩種T型 對 好 那不管是哪一種的 答案就是負的賽シー塔 那這個圖咧 不好意思 因為 這有點變形 你可以看你的講義那邊 好不好 那時候看到他們少瞄了之後 有點怪怪的 沒有他少瞄的時候可能沒有 沒有他 上面怎麼樣 我們就在例子好了 因為這圖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看這邊 比如像這邊 這裡原本是 theta 對不對 然後呢 加 180 所以不要這邊來 加 180 而且 180 其實還是相同的位置 這樣看得懂嗎 所以他等於從第一象限變到第三象限去 所以一到三的話 唯一不會變的符號的是誰 是 tangent 所以 tangent 不會改變 其他會變 所以叫 g 是三件事情 取谷角誰不會變 然後呢 這個 變號誰不會變 然後還有 加減8誰不會變 這樣聽懂嗎 好 所以我們在練習一遍好不好 所以我們去看谷 如果取谷角的話呢 賽シー塔是不會變的 角度變號的話呢 苦賽不會變的 加減180的話 是 tangent 不會變的 你把握這三個圓層 這樣子 會啦 OK OK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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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